接着昨天那个话题说,正好最近有个统计数据,17000万90后只有1000万对新人结婚,其实你算算,如果你是90年出生的,今年也30出头了,男的我不敢说,女的基本上30出头,还没有结婚,99%就结不了婚了。 很多人呢就一面倒的把原因总结为这个房价过高,那我想说80后结婚的时候那个房价也挺高的,很多90后00后说80后那个时候房价才几千,那那个时候80后一个月挣多少钱呢? 一样是工资买不起房的,对不对?那么我想说的是影响这个结婚这个率的另外一大主导因素呢,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,没有人敢提出来,为什么呢? 它影响到了现在很多女权师的这个感官,那么另外一大因素是什么呢?就是结婚以后啊,或者婚前,不论是在恋爱关系中,还是在婚姻关系中,整个社会这个主流舆论对于男性越来越不友好,那么可是他们忘了这个社会主要资源的提供方是男性,男人呢可能不善言辞,但男人呢不是智障, 那如果,对吧,这个你工作啊,或者这个投资了什么,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,尊重资本,尊重投资人,对吧? 那如果男人是婚姻的主要投资方,又得不到尊重,谁愿意去投资这样的事呢?你看看网上现在这些主流的舆论啊,只要男女有矛盾,铺天盖地的都是无脑挺这个女的,啊,就,就,就是, 你们愿意怎么说怎么说,对吧?那,嗯,主流媒体呢,是基本上由资本说了算的,那资本呢,挣女人的钱更容易,所以赋予了女人更多的话语权,但是你有话语权不代表你就对,那么你按照现在的态势,你舒服下去,不代表你未来就能舒服, 今天你为所欲为,不停地在这个预言上,在价值观上POA男性,男性可以选择躺平啊,你不是怎么样都说我不对吗? 恋爱中我要不停地哄着你,吵架我要让着你,婚后责任我要多担,你要多享受,那我不恋爱不结婚,你还能不能指责我? 你不能再指责我了,我和你不构成任何的企业关系,我不接了,那你们满意了吗? 其实我觉得这种舆论环境,对婚姻的这种意愿造成的伤害,远远大于所谓的高房价。